我们都有开车的经历啊,开车的过程当中,如果发现汽车上有异常响声,还亮红灯提示了,你是不是会非常紧张? 因为你知道,不管哪里出现了问题,如果不及时处理,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。 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,它也会给我们发出很多的信号,你是否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了,又是怎么处理的呢? 先来看看什么是信号。 当我们感觉身体不舒服时,或者身体的表现与平时不太一样的时候,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信号,也是一种身体语言。 首先,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些身体信号,因为它们是智慧人体的本能自我保护。 看到有问题,立即发出信号,提醒我们要去改变生活习惯。 那如果你捕获病毒懂了,采取了相应的措施,那么你就可以防微镀剑,躲过一场大病。 可如果你听不懂,或者是听懂了不当回事,任其发展,那么可能养虎为患,小病脱成大病。 比如,脑梗的朋友,在疾病被查出来前,会出现手脚麻,嘴唇麻,走路容易摔倒等迹象。 胆囊不好的朋友,味觉容易苦,吃肉容易拉肚子等,这些都是疾病早期的信号。 但是这些问题,一般在医院里查不出来,需要我们自己细心观察。 机器是冰冷的,我们的身体比医院价值上百万的仪器要灵敏得多。 所以今天,让我们一起来读懂免疫力发出的信号,不要轻易放弃解读身体语言的权利。 首先,我们刚才说了,很多早期病症,机器是查不出来的。 免疫力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,目前还没有哪一项检查可以直接的全面的反映出免疫力状况。 但如果只是想看看,自己体内的免疫战斗力在哪个水准?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表示,我们平时的一张血检报告单,就能或多或少的反映出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强热。 血检报告单是几乎每次去医院都必做的常规项目。 拿到报告单,那些或向上或向下的箭头,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这些箭头意味着什么呢?是否暗示着某些疾病的潜在风险? 曹雪涛院士说了,血常规指标有近20项,但是如果要评估自身的免疫功能,就要特别关注白细胞大家族。 我们都知道,白细胞是身体的战士,当身体感染了疾病,白细胞就会出动战争。 因此呢,白细胞的强弱,体现一个人的身体抵抗力。 在我们人体内,一般每微生4000至1万个白细胞是属于正常的。 如果小于每微生4000个,则表明机体存在着免疫功能的降低。 那如果大于1万个,则提示体内有严正感染,往往也会有发烧症状。 因此,如果隔半年或是一年,做一次白细胞技术检查,并绘成一条曲线,你就会发现,在你身体状态不好时,白细胞的数量也比较低,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 再来看看白细胞大家族的两位成员,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。 中性粒细胞比率偏高,说明是细菌感染,比率偏低,可能有些病毒感染。 而淋巴细胞呢,比率偏高是病毒感染,偏低可能与造血功能或营养有关。 由于一般慢性炎症和慢性疾病部位多半有淋巴细胞聚集,所以淋巴细胞是慢性病的主要免疫细胞,如果偏低的话,尤其要多加关注了。 免疫力的信号除了体现在血肠龟上以外,还有一个信号写在你的身份证里。 没错,年龄。免疫力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年龄。 以前我分享过,免疫力天生爱走下坡路,如果不积极正视和维护的话,逆龄就是皇帝的新衣。 面子上的逆龄不过是一时的光鲜,自欺欺人而已。 其实,不止老年人,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免疫危机。 你知道最危险的群体是谁吗? 你可能没有想到,就是被称为中年担当的中年人。 免疫专家分析说,30岁以后,人体免疫功能开始走下坡路,本应好好修整,给免疫系统更多的呵护。 但是,现代社会中,人到中年,尤其是40岁以后,经济压力,精神压力如山而至,很多人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挥霍健康。 左膝不规律,营养跟不上,这个阶段免疫系统最容易出问题,因此也是一个癌症高发时期。 因此,如果你已经步入30家或40家的中年担当,在家庭和工作中独挡一面时,一定要让自己的免疫力也同步担当起来,不要给身体健康留下欠债缺口。 同时,咱们65家的老爸老妈,他们的免疫力正在遭受来自年龄的天然挑战,而他们大部分还停留在人是铁饭是钢,这样的传统落后的养生观念里,更值得我们花心思来好好呵护了。 好,接下来我们来看免疫力的第三个信号,这个信号就藏在你的身体里。 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档北京卫视的养生堂节目,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科的红中心主任,就在现场分享了一个临床案例。 52岁的王女士,脸上和身上长出了长片的扁平优,她没有引起重视,以为只是小小的皮肤病。 直到有一天,王女士出现莫名的低烧,还伴有手指的关节疼痛,便秘也是十分严重。 于是,找到洪主任来进行治疗,主任看了她的血检报告,白细胞、血小板都很低,以及扁平优等一系列症状。 洪主任就诊断说,说这是因为身体机能的三道防线被突破,需要高度警惕。 如果再这样下去,很有可能会引发癌症等重大疾病。 除了扁平优,身体会通过各种身体语言来善意地提醒你,你需要关注自己的免疫力了。 来举几个典型的状况啊,比如,精力不济,体能下降。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主任就说了,精力不好是免疫系统不健全的一个标志。 再比如,扁桃体反复发炎,随时的咽喉整痛,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切了扁桃体一了百了。 还有,过敏性鼻炎,自己难受不说,更难堪。 眼泪,鼻涕喷体齐飞,医生说没有药能根治,只能缓解症状。 还有,肠道容易生病,同样是在外吃饭,有些人怎么吃都不会有事,但是有些人三天两头的负血。 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免疫力在一次次的与病毒细菌作战中,打了败仗,挂出了战争白旗。 好,以上分享的三个免疫力求助信号,分别写在了你的血肠规报告,身份证,以及每一天的身体感受里。 那么,下一个问题来了,如果收到了这些信号,该怎么办呢? 回到刚才红主任分享的王女士案例啊,王女士之所以出现了这些情况,和她之前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。 不合理的饮食结构破坏了自身的防御机能,于是,红主任给她定制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饮食计划和营养干预的手段。 一周以后,王女士的常年便秘就正常了,再坚持一段时间后,扁平优和关节疼痛的问题也缓解了。 慢慢的,王女士的白细胞血小板指标也都升高了。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,这样的案例又何其多啊? 大部分朋友都是头疼一头,脚疼一脚,就像王女士,二十多年来,一直把扁平优当作是皮肤病来治疗,反反复复,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于是酿成大病,甚至危及生命。 正如我们开篇说到的,汽车故障,如果底盘发出异响,可能只是某颗螺丝丁送了而已。 如果不先找出真正原因,一会儿换了发动机,一会儿去修离合器,汽车拆了一大半,结果越修毛病越多,越修也越修不好。 因此曹雪涛院士说了,提高免疫力是一个自然的,连续的,持久的,而非强制的,间歇的和权宜的过程。 这个过程要贯穿一个人的一生。 提高免疫力并非朝夕之功,你我都在路上。 爱你们,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